这里是藏西第一村扎西取登 位于西藏的山南市 以黄面具为标志的雅龙扎西雪巴藏西呢 是藏西当中最为古老的一只 相传在600多年前就起源于此 走在这个村落里边啊 随处可见藏西的元素 比如说像路灯指示牌等等 而这里的村民们大多也都会唱藏西 每天晚上也会给游客们表演藏西 晚上七点半 藏西队演员们陆续来到后台 开始化妆化演出服 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 今年34岁的白马央宗 加入藏西队已经14年了 因为从小喜欢跳舞 又生了一副好嗓子 白马央宗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左右 便可以登台演出 从小就喜欢跳舞 然后没想到学会藏西 加入了藏西以后 我们的文化也提升了不少 然后收入也比较好 目前藏西队一共有28人 都是本地村民 2006年 藏西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当地对亚龙扎西雪霸藏西 给予了资金支持 2019年以来 扎西取登社区 开始打造乡村旅游项目 亚龙扎西雪霸藏西 也因此焕发出新的生机 吸引了更多年轻学业注入 00后男生索朗兼才 是藏西团里最年轻的演员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 你学几年了 戏学几年吗 差不多三四年吗 现在演出多吗 演出多 每天晚上都要演呀 今天你要演什么 今天你要演什么呀 演藏西开场 还要跳舞 2020年6月 扎西取登社区 开始接待旅行团游客 每天晚上 村里的藏西传西基地 都会举办藏西表演 游客的到来 为这一传统戏种 带来更多关注和致迷度 每到旅游忘记 这里的藏西团 每天晚上至少有两场表演 一场40分钟 晚上8点 演出正式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演 表演结束后 大家就在广场上 围着个伙伙跳播桩 游客们也可以跟着一起跳 气氛特别好 一位藏族阿嫁热情地邀请我 换上民族服饰 加入这个欢快的队伍 夜幕下 村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 跟着音乐的节拍 敬请舞蹈 露天广场上 洁白的灯光闪耀 就像是一轮月亮 照亮了这个可爱的村庄 也照进了人们的心房